这几天,网上大量出现了深圳白芒村被统租的消息。 在一些视频中,住户们拉着大包小包准备离开,表情复杂。 白芒村位于南山西里,距离地铁站较远。 据说,白芒村的农民房租金,几乎是南山最低的。 单间空房900左右,一房一厅,则在1500左右。 因此这里住着不少,在深圳南山周边制造业工厂上班的打工人。 但现在,因为房东们的房子被统租,他们很多人都收到了搬家通知书。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,到底什么是统租? 所谓统租,就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,将城中村整个区域,进行租用运营。 把城中村的自然房源,从房东手中,打包统租过来后, 再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,安装生活配套等,最后统一出租。 而这一过程中,统租给房东的租金,并不低。 一名深圳房主表示,他在南山白芒村,有一套农民房, 刚刚接到,相关单位的电话,让其接受,政府的统租。 关键是,政府给的租金很高,经过各项的补贴叠加, 比自己租出去的租金,要高两倍以上。 村民房东的利益大幅提高,自然十分配合。 但这比租金支出可不少,为什么深圳政府愿意出呢? 原因大概有几个方面,其一是,深圳提高了,十四五规划的任务目标。 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,从原目标的五十四万套,提高到不少于七十四万套。 其中,保障性租赁住房,增加了二十万套。 可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,城市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, 也很难向周边扩容要地。 保障性住房用地解决不了,怎么办? 所以,在任务数量更新之后,深圳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,立即有了大动作。 目标直指城中村,但是,城中村征地成本非常高。 如果拆了重建,随便一栋楼的拆迁补偿款,就要上亿。 深圳财政的钱,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 建保障性住房的投入,不能太高,不能大规模征地。 到这一步,深圳又想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统租房改造。 去年3月28日,人才安居集团与保安、龙华、光明等三个区,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将共同出资成立区集城中村改造公司, 全力推动辖区城中村规模化租赁改造。 至此,深圳官方吹响了城中村租赁改造的冲锋号, 而这次的白盲村正好在该项租赁改造的运营范围内。 对深圳政府而言,看似高出市场价,统一租下了城中村的房子, 但和拆迁补偿费对比,那简直是九牛一毛。 而且相对拆了重建,时间周期还更短。 再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看,城中村进行统租整治, 还可以提升城中村的房屋安全、卫生消防交通等方方面面。 根据媒体对人才安居集团的采访,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,将对楼洞进行结构加固, 增加消防安全等基础设施。 而原有户型也会进行空间优化、整合功能, 房间内配齐家具家电,实现拎包入住。 同时,还配置了社区食堂、自习室、健身房等公共空间。 而且,改造后的保租房都是民水民电, 并配备标准化的物业团队。 在这里面,政府节约了财政资金, 房东收到了更多的租金。 企业揽下了改造工程和运营管理,增加了业务, 还能从后续运营中获得持续现金收入。 可以说是实现了政府企业房东的三方共赢。 但是这其中,似乎有个群体被遗忘了。 其实,对城中村大规模的租房改造, 在深圳并不是第一次。 今天的深圳统租, 就让很多人想起了万科之前的万村计划。 从2017年开始, 万科进入深圳上百个城中村, 从房东手中租下了近2000栋农民房。 万科官方宣称, 万村计划最主要的业务就是统租农民房, 即高于市场价的租金和房东签约。 签十到十二年的长约, 经过改造之后, 移交给万科长租公寓品牌博裕, 进行统一运营。 另外还包括房屋底商, 办公空间的改造与运营。 从村民手里, 大规模拿房源, 改造租赁再运营。 这和今天的深圳统租的底层逻辑, 其实并无二致。 但是, 万村的生意模式, 虽然看起来不错, 实施过程中, 却碰到了诸多困难。 短时间集中签约, 以及后续房东, 集中清退租客, 打破了城中村租赁市场的平衡。 同时引起了城中村居民的不便与恐慌。 很多人认为, 此举会抬升整体租金水平两到三倍, 由此引发大量争议。 时间来到, 2018年11月, 万村计划被曝将暂停签约新房源。 当年年末, 万村公司宣布, 全面暂停新房源签约。 短短两年时间, 计划就宣告全面暂停。 而万科得出的结论是, 这个万村计划, 比想象中复杂。 万科在一开始, 可能并没有意识到。 庞大的城中村, 是深圳这个城市有机体中, 极其复杂的子系统。 简单来说, 城中村对于深圳的最主要价值, 就是提供了, 足够多且足够便宜的租赁房。 虽然深圳的城中村, 数十年来, 一直野蛮生长, 但同时, 也是以最为市场化的方式在运转的。 价格随行就是, 工需双方, 保留了充分的弹性空间。 今天城中村租住的廉价, 正是多年来, 高度市场化选择后的结果。 所以, 有人分析, 万村计划, 打破了两个稳定点。 首先是, 让每套房子变得不便宜, 因为改造, 必然导致成本上涨, 影响租金。 其次, 规模化高效的推进速度, 导致市场中便宜房的数量快速递减, 扰乱了区域租赁市场的生态平衡, 这给很多人造成不变, 从而引发了巨大争议。 而今天这一统租模式, 再次大面积出现在深圳, 一切看起来, 还是那么的熟悉。 在白盲村, 这种单方的区里, 让居住的住户们欲哭无泪, 纷纷在各大平台, 诉苦自己的遭遇。 他们有刚来深圳的毕业青年, 作为落脚地, 还没站稳脚跟, 就要换地方了。 有个网友留言, 说上个月, 才刚刚入住, 当时房东也不说一声, 这个月就临时通知, 要清退。 他们中, 也有北边科技园的打工人, 比如百望性高科技工业园, 百望研发大厦等, 很多的打工人, 都住在这。 他们也有在南山上班的白领, 在百忙中, 又要开始找房搬家之路。 临近上班的地方, 很难再找到, 支付得起的容身之处, 他们只能往, 更偏远的地方搬家。 更难的是那些脱家带口, 小孩在附近上学的家庭, 突然的搬离, 让他们慌了手脚。 在深圳想让小孩插班有多难, 相信经历过的都知道。 就算不转学, 让家长住在几公里之外, 去接送小孩, 也是极为不便的。 与此同时, 由于租客外议, 使得周边房源, 基本都处于饱和状态, 不少房东, 坐地起价, 原来一千左右就能租到的单间, 如今要两千左右, 才能租到。 所以, 这次的统租改造工程刚开始, 就已经给这些打工人, 带来了无尽的烦恼。 接下来, 高价从房东手上整租的房源, 必定需要一家。 而改造城中村, 和升级周边配套, 又要投入更多的资金。 更好的环境, 更好的配套, 房租自然也会水涨船高。 当然, 由于这件事情, 是由深圳人才安居集团牵头, 背后是深圳国资。 统租后, 房租上涨多少, 肯定会有一定的限制。 按照媒体采访, 安居集团的说法。 改造后的, 大部分房源, 单套租金与改造前, 基本持平。 即便个别房源, 存在改造成本高, 而造成租金小幅上涨。 涨幅也不会超过, 原有租金的百分之十。 但无论多少, 这对一些, 收入本就不高的打工人来说, 无疑又是一笔, 额外的开支。 而且, 住房租金的提高, 连带着商铺租金, 也会一起提高。 餐馆商超等, 经营成本增加, 商品也得跟着涨。 最后带来的, 是整个生活成本的全面提高。 这必然挤压到, 底层打工人的生存空间。 为什么每次涉及城中村, 影响就会这么大? 其实, 深圳城中村的出租房, 一直是以自然市场的状态, 扮演着深圳连租房的角色。 公开信息显示, 深圳拥有, 约360平方公里的城中村建筑, 约占20%的土地面积, 居住着, 大概1000万人口。 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, 城中村租住了大量的, 相对低收入的群体。 而可能性与低成本, 是深圳城中村的灵魂。 城中村的宝贵之处就在于, 以相对的低门槛, 给了来到深圳的年轻人, 参与这座城市未来的可能性。 这里有发达的, 相对廉价的商业, 各种平民化的店铺摊位, 随处可见。 虽然有时杂乱肮脏, 有着消防隐患, 但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地方, 共享着深圳的机会, 却不用付出太高的成本。 这种溢价, 正是深圳多年来, 吸引年轻人的, 重要原因之一。 但是我们知道, 开工没有回头建, 或许廉价的城中村, 将会在深圳成为历史。